我們最後要上的熱熱傳播方式叫做輻射 輻射就是靠著紅外線 前面交過的紅外線跟熱有關 用光束向外面傳播 重點 輻射是不需要靠介質的 陽光照過來讓地球溫暖 中間沒有介質 陽光熱一樣傳過來 就是靠所謂的輻射 靠所謂的輻射 我們外國人有一個秘魯啊 譬如燒得紅紅熱熱的 你站在它的外面 你能感受到的熱 主要是靠著輻射傳來的 靠輻射傳來的 所以輻射一 它是用紅外線 二 它不需要靠介質 那麼只要有溫度 就會向外面輻射熱 但是溫度如果越高輻射的情況就會越多 越多 輻射就會越多 那這個要記得 白色淺色會容易反射輻射熱 深色黑色會容易吸收輻射熱 所以電冰箱背面有會射成黑色 是因為要把它熱散出 然後瓦斯公司儲氣槽氣白色要把它反射 但是要注意那七層黑色 那要看誰的溫度高 容易吸收的也容易發散 所以考試題目有一種 熱水包白布跟包黑布 哪一個溫度下降塊 包黑布 因為熱水溫度高黑色容易發出去 另外的是冰塊 冰塊包白布包黑布哪一個先融化 還是黑布 因為黑色容易吸收輻射熱 容易吸熱就容易發散 所以要看它是誰溫度高 才叫做吸收還是發散 OK 好 那光滑的會容易反射 粗糙的容易吸收 這就是我們考試中會考的題目 誰會吸收 誰會反射 好 剛剛講過那個白布黑布類似這種狀況 來 來問的 就是你要瞭解 把這個結果記下來 把這個結果記下來 OK 所以呢 人造會吸盆 你這個在我的線上教學網站上有影片 有給你解釋個太空傳 怎樣的就是這個 好 為什麼有的要漆黑 有的要漆白 來 那為什麼有的是黑白相間 原因何在 停車站借問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們請 Number 23號 23 解釋一下吧 為什麼那裡要漆黑 沒錯 我溫度要高的地方 你要小 溫度要高 太空是冷的對不對 所以它基本上是冷的 那我需要溫度就要吸收嘛 所以黑色容易吸收 然後呢 白色容易反射 保持它的低溫嘛 然後差不多都是黑白相間嘛 所以我們說因為這樣的關係 OK 這就是原因 這是另外一種考試的題目 問你這個情況下 是利用了熱的哪一種傳導方式 傳導 對流輻射 烤箱有一點小麻煩 因為烤箱有不同的設計 有人看什麼的旋風式烤箱 裡面還有旋風的 這個沒有喔 就是那個 這個比較像你們那一般的那種烤箱 一般的烤箱 或者那種小烤箱那種 小烤箱那種 它利用哪一種 它利用什麼傳播方式 啊 它利用哪一種傳播方法呢 來 我們請可愛的 這個人不在 9號 還有哪一種方法呢 還有哪一種方法呢 請坐 烤箱裡面 第一個 它通常裡面會有紅紅 會發這個紅紅的管子 那紅紅管子 熱主要是靠什麼 是 輻射 可是你看到那個烤箱有沒有 會有盤子啊 那盤子上面要靠的什麼東西 傳導 靠的有傳導 所以有熱傳導跟熱輻射 如果加那個什麼炫功式的 裡面還有風的就加個什麼 被瘤 拿個被瘤 OK 所以這比較麻煩一點 好 原則上 你只要 熱量不進來 我就可以保冷 熱量不出去 我就可以保溫 保持溫度 高溫 所以 只要隔絕熱量 就會達到保溫或保冷的效果 棉花 很容易棉被 都是熱的不良導體 所以它就不容易把熱傳出去 所以就可以保持溫暖 然後棉花要有一個 棉花就要蓬蓬鬆鬆的 裡面有空氣 空氣是熱的更不良導體 就更不容易把那個熱傳出去 所以蓬鬆的棉被比較保溫 你把它壓扁扁呢 就比較不保溫 就比較不保溫 蓬鬆的棉被 壓 壓別的棉被比較不好 比較不好 所以以前有什麼 彈棉花 以前那個 現在中城 現在那個中城路 跟佩洞交叉口 現在輪胎店那個地方 以前那個彈棉花店 會把彈棉花 把棉花彈鬆的 但這個店現在 現在這種人已經不存在了 這種人已經不存在了 這種人已經不存在了 保溫瓶 這個保溫瓶 是古時候舊式的那種熱水瓶 現在那個是這種 自動會加熱那種 那種古時候 那些比較古老的魚館 你看到這種舊式的保溫瓶 它有一些東西都是不容易傳導的 來減少傳導 中間會抽真空 抽中會防什麼 沒有東西又不會傳導 也不會 對 但是能不能防輻射 不能 所以東西不可能百分百的保溫 因為輻射就會把熱散出去了 只是這樣盡量減少而已 OK 所以裡面讓它滑滑亮亮 注意光亮平滑反射 減少熱量的損失 減少熱量的損失 這就是我們的一些做 我們的一些做 OK 提醒課堂練習